大家好,我是飞猫 10月17号的凌晨2点20了 昨天燕王车很晚了,已经3点入中了 开到如高港来装货 装货已经5点多了 因为昨天这个货出不来,只有10吨 这个配货呢,时间也已经合完了 对不到货了 那就在这里睡觉 现在准备出发上海了 凌晨的岩浆公路恐吓 只有我,从这里开启了我今天一天的行程 现在已进入岩浆公路通州区境内 这里的路边稍微大一点 好多师傅就在这里休息 从岩浆公路上S19西通高速 从护树通大桥过架 从护树通大桥过架 这位师傅的卡车抛锚了 一定是在很焦急地等待救援的融合车 现在正式进入大桥了 寂静的护树通大桥 寂静的护树通大桥 似乎也在休息 与白天撤水马龙的情形 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现在从张家港的三星出口下高速 您就要喝个老车 能放下来 如果您可以回答 您长得冷静 您要喝什么 在这些火车 颜色 您在沙幅上 不是大桥 沿204国道一路前行 前方进入泰仓地界 路上的车越来越多 师傅们基本上都要赶在工厂上班之前到达目的地 5点半 已经到了泰仓 现在必须停车休息20分钟 休息完毕继续出发 前面过了桥就是上海了 上海葛龙检查站是上海往江苏方向 比较重要的几个检查站之一 在高速公路没有通车之前 我们从家里去上海来回总要经过这里 清晨六点的湖移公路 我卸货的仓库要9点钟才上班 选择这么早过来 就是想避开上海的早国风 中文字幕志愿者 选择 6点40到达卸货仓库 9点钟仓库一上班就帮忙开始卸货了